堵车了 哎呦多长啊 后面堵的特别特别长 这里我的这个鞋子打湿了 然后刚刚开了暖风吹了一下 感觉效果还不错 湿的晚上玩电脑写作业的时候 脚特别特别的冰 一会儿走的时候再吹一下 现在已经五点钟了 这里后面蹭这个堵车的机会 咱们把作业交一下 感觉有点打击不好操作 通了通了 通在一瞬间这些车乱窜 跑到两边都是 完蛋了 我们好像站错到了 啊 看这个不是走右边 还走左边啊 哇原来这边被挖掉了 这两根车道变成一根车道 最打击了 这条路大车还多啊 左边这条道被赌场了 这里有加油站 咱们去弄点水 没多了水了 这里就有 这个天还不是特别冷 可以喝矿泉水 然后咱们晚上洗脸洗脚的时候 就用接的这个 如果只是开着暖风 咱们不开窗的话 这个肯定受不了 刚刚没有开窗 然后在里面待了一会儿 一小会儿 就出现了头晕的状态 这个里面的氧气肯定很低 现在有水了 找地方吃饭 然后咱们再 找地方露营 8点钟了 现在已经找到住的地方了 刚才吃了一碗米粉 价格很便宜 才7块钱啊 用时间啊 今天开了一天车 然后今天在这个位置过夜 下面是一条江 这里有停车位 上面是大马路 这里不怎么炒 还好 我要准备烧点洗脚水了 这个天有点凉 咦 这个河怎么回事 只有一半 放上去就好了 现在距离西安 还有450公里 咱们换了雪地胎 它有一点软 跑不快 主要是怕它磨损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 路上的大车比较多 而且又是一个人开 所以行驶不了 多了里程 这个鞋要穿 咱们把它拿吹风机 撤一下 电池的电根本用不完 这样把它架起来 要摸着这个电瓶 看烫不烫 但是这里边气绝对是烫水 自己跳了 这个 那边气过热保护吧 应该是自己跳了 它这个吹风 风扇是不会转的 特别特别的傻 它要用个什么东西 动一下它这个风扇 启动一下 它才会自己转 我这样的沥变器 有一点小 这种沥变器不太好 它没有多大的功率感觉 一会就烫了 风扇转了以后 它就没那么烫了 不行 又是过热保护 吹不了多久 这沥变器 太菜了 估计也差不多了 明天再开车的时候 吹一下就可以了 吹了一会吹风 用了6A的电 可以了 好烫 要开了都 现在都还在四川境内 所以呢 和我们家乡差不多的 一路过来 也没遇到什么 比较稀奇的事情 不过现在洗个热水脚 是真的不错 那好吧 今天的分享 先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收藏 加分享哦 我是阿彪 咱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